哈喽大家好,我是娟元吉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勾一下这款发带 大家看一下,这款发带呢比较宽一点 因为我们用的是比较粗的线 那么比较适合成人来带 那么如果想把这款发带勾窄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细一点的线去勾 那么比较适合这个儿童来带 那么这个发带的长度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头尾的大小呢 去决定这个长段 勾边方法都是一样的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勾一下这款发带 首先我们来起针 我们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然后勾针穿进来 稍等拉小 左手把线搭好 然后勾针绕住线拉过来 这是一个辫子针 我们连续勾好六个辫子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好 勾好这六个辫子针之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辫子针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三卷长针 大家看一下 勾针绕线三次 上面有三个线圈之后 我们在第一个针牙里面穿针 然后勾针勾住线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呢 我们用勾针再一次勾住线 先穿过第一个线圈 然后呢我们再把勾针上面的前面两个线圈 这两个线圈一次性地穿过来 勾住线 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呢我们再用勾针 勾住线 把这两个线圈穿过来 然后勾针再勾住线 把这两个线圈穿过来 也就是说我们勾好的这个三卷长针 它的长度呢和六个辫子针的长度是基本差不多的 最后呢再勾住线 把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第一个滑形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个滑形 一样的过程 先勾六个辫子针 好勾好之后呢 勾一个三卷长针 那么穿针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是挑起这个线圈 连同它一侧的这个线圈 同时穿过这个地方 我们勾一个三卷长针 绕线三次 然后呢从这个地方穿针穿过这两个线圈 勾住线拉过来 先把第一个线圈单独的勾过来 后面都是两个线圈一同穿过来 大家看一下 先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接下来还是并两个线圈 然后再穿过两个线圈 最后呢再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滑形就完成了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一直勾下去 一直勾到这个长度能够把我们这个头围过来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用这个方法勾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我是勾了14个滑形 这个长度呢是在48到50厘米这样一个长度 大家可以一边勾呢 一边在自己的头上面围一下 看一看这个发带的松紧 这样呢会更加的准确 那么如果大家用比较细的线来勾的话呢 那么这个滑形的个数呢 就需要再多一些了 当然也要结合这个线的松紧度来决定 那么把这个长度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三卷长针上面 连续勾出10个短针 我们看一下短针的勾法 直接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勾针勾住线 把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第一针 第二针 连续勾10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八针 第九针 然后第十针 好 那么这个十针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挑到下一个三卷长针的这个位置 在它上面继续勾上十个短针 好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和规律 就这样一直勾下去就可以了 就这样顺着给它勾下来 一直勾到最开始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勾好之后呢 我们自然而然就转过来 在这一侧呢 再对应勾上十个短针 再这样勾回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一个花形上面呢 需要勾出二十个短针 就这样给它转着 勾回来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没有什么难点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按照之前的这个方法和规律 把这个短针全部这样勾好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最便的那个花形 就这样给它转着勾回来 那么全部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连接一下 就在我们最开始勾的 第一个短针针牙里面穿针 从这个位置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拉紧 把线勾过来 留一个线尾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需要按照相同的方法 再勾出一个来 那么要求这个花形的个数 还有长度必须是一样的 颜色大家可以自由搭配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提前勾好了一个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两部分呢 穿插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非常简单的 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白色的 套住这个蓝色的 直接把这个蓝色的 穿到这个白色的里面来 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白色的 从这个空隙里面拉出来 这样穿过来 这样穿过来 整理一下 千万不要拧着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蓝色的 从这个白色这个圈里面 穿过来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再把这个白色的 从这个蓝色这个圈里面 穿过来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不要拧着 就这样 环环相扣 把这两部分呢 给它扣在一起 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弄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全部套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两端的部分呢 给它连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这个蓝色的呢 要给它放到外面 把蓝色的两端 缝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白色的两端 缝在一起 我们来缝合一下 先缝这个蓝的部分 就这样对应着 缝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线尾再反面这样 藏一下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白色的两端呢 也缝合在一起 我们再把这个 就这样对应起来 固定好 把纤维藏好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发带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容易的一款发带 那么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自由搭配出 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 好 今天我们这期教程 到这就要结束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教程再见